中年男性的肥胖、頸短、中年八幅 就開始有水面窒息症 如果慢性有心肺病患者 例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心衰竭的話 就不單止是阻塞性 可能有中枢性的水面窒息 嚴重鼻敏感 當鼻塞住都算窒息 不過不在這裡窒息 就是鼻塞 甲狀腺分泌失調 尤其是甲狀腺可用過低 我們這些組織會增生 而令到氣度收窄 扁桃腺發大 扁桃腺在大人未必有這樣的情況 但小孩子很多時候 喉嚨內的兩顆核會發大 而阻止呼氣 這就是小孩子睡眠失色的原因 吊鐘過大 即是圓翁唇過大 這就是我們的吊鐘 大家張開口 醫生叫你一聲檢查 看這裏 看看吊鐘附近 這兩顆就叫免兔線 這簡直是紅柴 總之是否有些發炎 大家照鏡 看看自己的吊鐘有沒有過大 我們的氣 和食物 食物就是在這裏入 汽油被開入 一定是一天天過這個氣度 向下落才會透氣 那麼大的話 睡覺時一送辭就會阻止 透氣 下落小小或者後退 即是我們所說的沒有下巴 都沒有下巴 下巴進去 我們裡面的氣度 其實跟我們相關 就是多數都是小的 這樣很容易 又是沒有睡眠窒息 這個就是沒有下巴的 這是一個例子 有時見到有些人 有這樣的面貌 睡眠窒息 大家看看這個小孩子 你看他碰頭皮 有些影響給我們聽 睡覺覺覺覺 還有大家看看 要怎樣吐氣 我們平時 你看一口呼吸 是不是胸口和肚子 一樣向上漲 如果當有睡眠窒息的時候 在這裏 如果有東西阻止 尤其是類似面圖線 試試如果這東西濕著 要怎樣吐氣 這個橫隔膜 吐氣的時候 有一個向下的 用力扯的時候 這裏沒有氣進去 它就會躲進去 這裏會躲進去 而肚子就被橫隔膜頂上 所以它會上上下下 是很相反的 英文我們叫做 paradoxical breathing 這裏向下 這裏向下 這就是反映了 它本身的喉嚨有東西阻止 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如果阻止得很厲害 我們只要用儀器 鎖一下手指 就鎖到它 多數就會缺氧 它未必一定會躲醒它 如果血氧得很嚴重 或是實得很厲害 就會躲醒它 但是醒 它又未必整個醒了 可能少少醒 或者睡得不好 於是這個小朋友 第二天睡醒 都可能會很累 或者學習遲鈍 如果我不談小朋友 談大人會怎樣 大人如果不理他 可能會引致觀心病 心肌感濕 心肌感濕 心肌感濕即是我們那些 冠狀的血管阻塞 即是我們所謂心臟病發 拿著心口痛等問題 這兩個問題 中風的意思 即是我們腦的血管 塞了或爆了 就要中風 精神問題 不精神 很脏症 集中不到 陽位和記憶力衰退 都是症狀 如果睡眠窒息不治 就會引起異常症狀 間接也會引起 當然是交通意外增加 做事做得不好 被人炒魷魚 或者婚姻生活就不理會 大家看看 一個很肥的 裝開睡眠窒息 染死 人及時發現送院 很多時如果真的很肥 很嚴重的睡眠窒息 未必會立即令你致命 可能五年 十年 十幾年 就會影響到你 心有事 血壓會高 中風 到時 到你心有事 晚上睡著覺 一缺氧 很容易突然死亡 例如心不整 缺氧 心衰竭 便會突然死亡 半看忙 用呼吸器 夢中猝死 一樣是這樣的情況 三百瓣內 猝死六人 臺上白痴 很多時很重 那些病人 不單止是睡眠窒息 通常他們怎樣 腰圍高 便會有高血壓 高血壓便會有糖尿病 糖尿病便是觀心病 觀心病的血本病便會中風 用一堆東西一齊 這叫做metabolic syndrome 英文 所有的病 都會硬直 會有症漸致命 大家聽過 我用呼吸器可以治療 可以免施手術 很簡單 我後臨多幾塊肉 割了它便完成 為何又要聽公司說 我打鼓肌 以前當然很多人 已做過研究 割了是好 最初一兩年可能好 但它會生睡 割了是吊鐘或軟鱗的部分 割了之後 有些人吃東西 會把麵或水在鼻子吞出來 現在見面就不值得割 最好是用呼吸器最有效 待會我再詳細說一下 呼吸器是甚麼 首先 你懷疑有這種症狀 你是不是一定有睡眠窒息 不是的 有的症狀 不是一定有睡眠窒息 如果要證明 一定要做一個叫睡眠測試 我們才肯定 這個睡眠測試 其實主要是分析 你睡覺時有很多資料 例如剛才上上下下 頭部 其實如果做睡眠檢查 我們會量度 血氧我們會量度 我們會量度 頭部會駁很多腦電圖 證明你那時真的睡眠窒息 證明你的肌肉是不動 其實只需一晚的時候 就可以做起 以前一定要在醫院做 現在其實在家 因為儀器越來越細 越來越鮮盡 其實公司是可以安排在家 做到的 檢驗其實包括甚麼呢 老電圖 主要是證明你是睡著覺 眼電圖 為甚麼呢 就是要睡著覺 其實我們都分很多個 stage 很多不同的情況 睡得淺和睡得深是不同的 我們需要量度老電圖 和眼電圖 才知道你睡覺睡到哪個階段 口鼻要呼吸的活動 有沒有氣流出 空腹的活動 即是我們剛才看有沒有這樣 上樓下呼吸 鼻寒聲大不大 心電圖 看你睡著覺時 心有否會心律不整 睡眠的姿勢 或是血氧 都會覺得 睡眠姿勢有甚麼影響呢 剛才我所說 你一睡低 那些軟組織向後眼 便會窒息 其實是一個辦法 如果你的睡眠窒息 不是太嚴重 你知道浪坡少許閃頭 一打側睡 其實你已經覺得舒服點了 因為避免了你延遭正常下壓 但嚴重的話 就不可以靠這種機關方法來治療 其實很簡單 都是一堆線線 好像很複雜 其實我解釋給你聽很簡單 只要你剛才明白 剛才我所說的原理 你就知道有甚麼事 一條帶是駁在胸口 一條帶駁在圖 就是用來量一下它的呼吸 有沒有上上落落的 另外 有些手可能會夾著一條電線 量一下它有沒有缺氧 鼻膏會有一個感應器 量一下它有沒有氣流 在鼻膏上出 這些是眼電圖 老電圖 就是看看它睡眠 去到哪個階段 這個下巴也有東西量度 其他腳的部分 都會有電線量度 有機電圖量度 但是看看它的肌肉 是否有活動 其實以前可能很大部電腦 甚至是手動 要用印刷很多次才做到 現在只有一部電腦 在旁邊 在家裏都已經做到 家裏的好處 可能比醫院好處 因為家裏你會習慣睡得著 如果去到醫院 只要做一晚 你整晚都睡著 就亂不到症 大家看看這條片 可以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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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般的症狀 可以不可以 做一般的症狀 可以不可以 做一般的症狀 其實一些症狀 都沒有 主要是 放一些電腦 黏在它裡 不需要打針 可以不需要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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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電腦 可以打采 那些電腦 可以打采 放在電腦上 另一位醫生的 注意力 就會在外面 收集病人 可以用照的治療 大家 如果我們直接看左膝 會發生甚麼事 我們直接用耐力規鏡 看看氣道 鼻鼻青就是這樣 這就是上呼吸道的軟組織 一口氣 氣流經過它 製造一個鼻眼 它就會變得鬆 縮起來 便沒有氣流 如果不能打采 便會突出 你看這裏 其實是幾道樹毛 再加上這個含水板 其實是奇蹟同學的 如果我們正常人睡覺 是不會喝